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台東的北廳日式建築群 這邊一共佔地是多少 大概兩公斤 包含還沒有修復的部分 換算差不多6000坪喔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棟就是 台東女中的校長宿舍 80年前好歹1940年代 以前就是用檜木建築出來的 而且最近這幾個月的大地震 他們完全屹立不搖 連裂縫都沒有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的賞物 我是Ted 今天剛剛坐了6個多小時的車 來到了台東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台東的北廳日式建築群 聽說這些建築物啊 都是日治的時期就留到現在 所以現在已經列為 可能文化古蹟吧 應該是文化局這邊管理 然後當然我們這邊 有一些公家機關的朋友們 他們說未來這邊可能要開始規劃囉 可能變成文創園區啊 就是像台北華山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趕快就跑下來 先記錄一段 到底這邊的建築物 有什麼樣子的故事 我們就先記錄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進去三觀吧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現場了 然後這位旁邊是 台東建政府文化處 文化處的代表 雅雯 雅雯 好那今天就是有他要帶我們來參觀北廳的 這是建築宿舍區的宿舍外 宿舍這邊叫宿舍 對對它是校長宿舍 這是原宿舍 好這邊是學校的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棟就是台東女中的校長宿舍 這邊是平常沒有開放餐館對不對 宿內的部分是沒有對外開放 可是如果說你做申請的話 是可以開放的 以往都是在做什麼樣子的活動 像我們每年都會有補給日 補給日都會在補這塊名泉裡做活動 像老歌演唱也是都有的 對這邊一共佔地是多少 大概兩公斤 包含還沒有修復的部分 換算差不多六千坪喔 所以從這一棟帶大家來晃一下好不好 可以嗎 好可以 你就走你的 你不要管我 對 好各位朋友 因為這邊的細節真的很多 剛剛其實我也問了很多 但我們現在精簡 我用我自己的話 還來跟各位介紹好了 首先呢第一個拖鞋的地方 就是我剛剛拖鞋的地方 現在的我的這個區塊啊 有點像是客廳啦 因為它這邊算是長官的家 80年前的豪宅 1940年代 我一步一步帶大家走好了 因為我自己看了以後 我覺得這邊 可能大家一開始看的時候 會有點混亂 但是我覺得 他們是很有邏輯在設計這個建築物 首先我們往這個方向走 大家看到這個區域是 他們叫做應接室 有點像會客室或者是 喬事情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整個面向 他們是坐滿的窗戶 為什麼坐滿窗戶咧 因為以前的人沒有冷氣 坐滿窗戶才可以讓 風是很通風的 它在這個底下 這邊打開來也是可以通風的 所以他們以前的日式建築啊 在做通風這件事情啊 是非常講究的 那當然這個燈已經是現代燈 然後他們說這邊 以前就是用檜木建築出來的 而且最近這幾個月的大地震 他們完全屹立不搖了 而且連裂縫都沒有了 當然有問一下在地會做木材的朋友 他們說這個是因為 它木頭是比較有彈性有韌性的 當然現在這邊有經過整修了 他們那個整修就是盡量跟古蹟一樣的方式 好反正就是接待區 然後再來我們走過來的這個空間啊 這邊是一個洗臉盆 是馬桶的位置 可是呢這邊是沒有shower的地方 因為日本人他們就是會把洗澡的地方 跟上次的地方是完全分開 印階式走出來 這邊有一個窗戶有沒有 這個窗戶呢 它其實是可以 但是這個我不敢開 這是可以打開的啦 他們剛剛有打開給我看過 然後上面也都有做木雕 這個位置其實是主臥房 那這個主臥房是說 它這邊還可以轉過來 坐在這個位置 坐在這個位置 這邊還可以辦公 辦公的時候這個窗戶還可以打開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現在在的這個位置 門很矮以外 但是上面是很高的 這邊其實全部 下面跟上面都是有軌道的 那他們現在是整修完以後 開放給活動使用 所以他們把門片全部拆掉 然後他們打開來 就是可以做一個很類似客廳的使用 但是呢 關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各自成為各自的臥室 好 好 我们转过来看到现在前面这个画面 这上下全部都是拿来放棉被啊枕头 反正就是储藏用的 然后以前的全部人就是地上是榻榻米 所以这整块都是可以睡觉的地方 所以这边改造成民宿的话应该也是很酷 再来这一整片也是全部都是落地床 而且很漂亮哦 它这边都有那个这个是风里 他们说下雨天也很漂亮 然后有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也很漂亮 也专门给大家拍照用的 好走过来勒 所以这边这个空间啊是小孩房 然后小孩房这边也是非常大面的窗户 一样都是为了通风 所有这种日式建筑 其实我们现在踩的地板 他们底下是用大颗的石头垫在底下 把这边架高的 所以在很多这些下面地方才有办法开动 让风从下面也灌了进来 接下来各位走过来看到 在我的左手边这个画面 这个边就是会放棗盆的 会放浴缸的 日本人非常喜欢泡棗 可是这边已经修改过了啦 但是管线都有留好 冷热水 所以这边是有点像可以泡汤的地方 然后右手边这边就还有一间厕所 那一样他们这边整排都是窗户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出去 接下来我们绕了一半了 那我们接下来走 这边就是一个过道 这个过道过来的 这个空间呢 转过来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后门 现在当作紧急出口 这边就是他们称作是庸人 或者是管家进出的房间 因为我走过来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这样子而已哦 就这样 这个空间就走上这么大而已 这个就是管家的房间 你看 这边就可能是衣橱收纳的地方 那接下来走过来这个地方 是整栋房子 唯一不是木座的地方 它是砖灶 因为这边是他们的炉灶 现在大家可能会忘记我在哪个地方 我现在回到客厅的地方 刚刚我说这边是餐厅对不对 那边是厨房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送餐台 就是里面厨房做好菜 就是放到这边 然后放在这边的餐桌上 所以他们用餐的时候 还有一个池塘的景观 而且这边的风很凉快 它这风是一直灌进来的 那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厨房有什么特殊的构造 这边应该是炉灶嘛 但是这边也是改过的 然后底下这个 不晓得是不是生活 我不能确定 然后这边也是可能可以通风的地方 然后呢这边的窗户 开那么大的窗户啊 在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平台 那他说这个平台呢 是如果买菜买很多 就从外面直接送到厨房 就不用说走前门或走后门了 反正大家就可以看完了 这样就是走一圈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80年前日式建筑的豪宅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细节 那我们在影片里面是做的比较精简 那包含它每一个空间上面啊 几乎都坐满了窗户 当所有的推拉门都打开的时候啊 它是非常通风的一个空间 以前没有冷气 可是靠着这样子 应该可以让生活舒服很多很多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屋顶 因为呢这边的日式建筑 其实它的屋顶都非常的漂亮 除了全部都是那种笋街啦 然后最比较特别是那边有一个斜屋顶 所以呢它有一个这个棍子 唯一有这一根这一根梁是斜的 是用来顶它的屋顶的 所以以前的人的盖房子的技术 完全没有靠磁砖 没有靠钢筋水泥做结构 但是可以打造一个很坚固的房子 即使我们现在面对那么多的地震 它们还毅力不夭 这边当然是已经经过现在的人工 但是是仿造尽量不破坏原始结构去修复 那因为为了造型嘛 所以还是有一桩一些现代的灯 不过呢 几乎已经是超过九成以上 呈现原始的风貌了 好 那个我们里面看完了 最后带大家看一下外面 为什么刚刚里面会有那个斜杠的屋顶构造 就是你看可以看到外面的屋顶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上面屋顶的排水 它是接这个水管下来 然后它外面这一圈就是以前那个排水的啦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边下面有很多这个窗户 这个窗户就是用来进风的啦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周遭都有 这边就是刚刚讲的应接室 其实它这整个建筑物全部都是窗户 我刚刚有讲底下是用石头架高的 可是下面这些东西应该是后来修改过的 反正都是合适的进出口 这边就是刚刚说的小孩房 它这边一板一板一板的这个它们全部是块木 所以我们其实进去的时候是有非常浓厚的块木翔的 这一棵树也是从以前到现在已经长到那么粗了 我在它旁边 它已经长到那么粗了耶 有没有 那棵树应该超过一百年了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旺盛 这个真的应该一百年了 我们回来看它们每一个有推出来的窗户都有做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雨泽 可是对它们来讲就是那种屋檐啊 它们就是有分下面的进风跟上面进风 然后这一个区块啊 就是刚刚讲说这里面是放浴缸的地方 它上面也有开窗 然后下面是门 我刚刚也没有问他说为什么这边是门 难道是要绕跑的时候比较快吗 我也不晓得耶 然后呢这一间就是刚刚说的佣人房 那边是厨房 这个就是后门 这一片就是刚刚说的厨房送菜的地方 好啦反正它的外观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呢这一块就是一个池塘嘛 那刚刚有说他们餐厅的窗户一出来就看得到池塘 然后这边就回到大门了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圈 这一间房子比如说每80年前的豪宅 我自己预测啦 实际可以使用的频数可能有40频左右 本次来到台东这边发现台东市区绝大部分是红区 也就是禁止空拍的区域 所以我们这边在申请上一定得按照规定 那这边特别感谢先创国际协助我们申请 还有专人进入塔台才能让大家看到美美的台东市区空拍画面 那当然我们公司所有摄影师也都是去先创那边上课考照 不但有室内学科也有飞行场的素科 职业空拍征照真的不容易取得 但是都是为了要让大家看得清楚有完整的画面和多元的视角 所以做了一切的投资和努力 再次感谢先创国际的资源 大家有兴趣透过正当管道学习的也欢迎跟他们联系 网址发现资讯软请大家自行服用哦 好各位朋友那我们这边大概参观完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是受公家机关单位的朋友们邀请 来这边参观的 那顺便呢就带老婆下来 因为那个肚子 年底或年初的时候要出生了 因为这里我觉得跟一般就比如说 现在才打造出来的日式建筑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这边真的是古迹 它没有什么桑金水泥 应该是说可能有一些后来补上去的东西 但是其他东西都是原汁原味 这一起啊它一发的一共有十亿栋这种日式建筑 这个都是文化古迹 你有什么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就这也蛮漂亮的耶拍照也很好 然后很剩六小孩六狗 那你要搬到台东了 不要谢谢 反正之后这边招商以后呢 可能就会发展成就是文创园区 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活动 因为它这边很大 到后面还有一些很大的广场空地 可能会办一些大型活动啊 车剧啊甚至泼水节还是啤酒节 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啦 那也希望台东的这种真的古迹文化 大家也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最终我们IG 对下一次老婆上节目 顺便小孩就出现了 大家也可以多在台湾在地旅游 台东好地方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大家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